高鐵延伸屏東六塊錯 將進入二階環坪 交通部鐵道局 上週末分別在高坪舉辦說明會 卻引發當地名代質疑 先是高雄因為路線經過臺宿人物場 引發了安全的質疑之外 接著屏東當地的里長 也反映已經有不肖前客 發佈土地徵收的謠言 要藉機炒地痞 高鐵延伸屏東六塊錯方案 將進入二階環坪 但附近里長卻發現 高鐵都還沒蓋 已有不肖前客散佈土地徵收謠言 遊說農民賣地 借機炒地皮 交通部鐵道局上週末分別在高坪舉辦 二階環坪說明會 除了屏東出現土地炒作疑慮 高雄人物的說明會 更引來臺宿人物場企業工會等團體 在現場高舉不調抗議 行政院敲定南沿六塊錯的左營方案 路線行經人物鳥松等區後 終點在屏東六塊錯 全長十七點五公里 造價六百一十八億 當勇於會經過被列為防暴區的 台塑人物石化廠區 引發安全疑慮 當地民代不分藍綠其身反對 希望改其他路線 例如踩高雄方案 以三鐵鐵道共軌 行經高雄車站後 再從鳳山接往屏東 而爭取高鐵到屏東聯盟 則認為延伸到六塊錯 無異於屏東交通需求及發展 應重新評估 高鐵南沿屏東六塊錯定案三年多 如今二階環評仍有反對聲音及疑慮 對此鐵道局澄清 現階段式環境影響評估 土地徵收還沒納入討論範圍 等相關程序走完 用地取得也會有相關程序 對石化廠區防暴及相關安全議題 也會以最嚴謹態度面對 作為環評參考依據 記者陳煥宇孟昭全高雄屏東報導